正在牙買家訪問的英國威廉王子 對奴隸制度表示深切悲哀 但未順應當地抗議者所要求 而對有關歷史道歉 陳永報道 I want to express my profound sorrow slavery was abhorrent and it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威廉王子在牙買家訪問的尾聲 在首都Kingston的晚宴發言時 一如所料提及奴隸制度 但未有因應連日當地示威者的要求 就英國過去在奴隸買賣上擔任的角色而道歉 威廉王子和妻子凱特這次到訪加勒比英聯邦國家 本來是為了鞏固關係 但遇到民眾抗議和要求脫離英聯邦的聲音 威廉王子的措辭未獲得當地人權組織接受 只據發表空言 反映英國皇室對牙買家人民的苦難莫不關心 兩人下一站是巴哈馬 Baham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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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hama